在台北捷運站搭電伏梯時習慣站右側 讓左側提供給趕時間或需要用走的民眾通過 不過台北捷運公司強調電伏梯兩側皆可站立 特別是在人潮眾多的大巨蛋球賽 跨年活動散場等大型活動的書運 跟派專人舉牌加強提醒民眾兩側都可以站立 台北捷運公司舉例日前台北大巨蛋球散散場書運 可以看到工作人員都在電伏梯旁舉牌宣導 現場民眾也都依照人員引導維持秩序 近期也將進一步研議尖峰時段在台北車站等重要的轉乘車站 逝時採取標示及廣播的方式加速紓解人潮